民进党有两大神主牌 一个台独一个反核 我现在就很想看 在2025怎么挥合家园 不可能嘛 奉刺蔡政府的能源政策 柯文哲说起话来酸溜溜 就在屏东大火之际 柯文哲不怕惹出争议 成为三组总统参选人中 唯一亲自出席 不忘借着机会替自己拿票 听说你们找三个总统候选人都来嘛 下一届的总统到底有什么标准 我跟大家讲 第一不要贪污 第二理性务实科学 再来工作认真一点 当然聪明一点是更好 柯文哲要拼总统大选 确定拍板要前往美国西岸 以洛杉矶旧金山华人较多的地区 预计10月1号出发 展开为期五天的快闪行程 柯文哲二度访美 这次并非以政治为目的 而是以了解产业界为主 锁定高科技AI大数据 细股新创产业界请议 作为未来提出的证件参考 快步离去没有多做回应 只是柯文哲作为第一位访美 同时也是最后一位访美的总统参选人 出访时机点正好碰上新竹市长高宏安 身陷豪宅民车案 大量负面新闻恐怕冲击柯文哲选情 因此外界推测 柯文哲快闪美国 有意避开国内的政治纷扰 高宏安的一些风暴 对民众党跟柯文哲的选情 确实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当然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主动出击的议题 去把正面的新闻持续的拉高 总统大选进入倒数 柯文哲此时二度访美 就怕雷声大雨点小 东升新闻综合报道